好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齐海华 我来自于吉林省公主领事 我今年三十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海华阳光有内涵 不找帅哥找奶奶 好 先来看两个受伤的男人吧 五号妖娆哥 老弟基本问你 你是看老弟长得太帅了还咋的 盘长太瘦了 分帅根本就不找别人 好 我想澄清一下 我就是来这舞台就是想找一个 喜欢我这么瘦的人 但是我不行 我比较胖 那是只有祝福 谢谢啊 好 这话大脸猫你还敢问了吗 他说他是想我的瘦 我肯定是帅的是不是 我怎么跟你说 你是脸大的 我脸大 你脸大 你脸大曾经你不是说你有病吗 我没病 我曾经说的是我这个脸 我感觉很大 但是我说我看了他那个 你看了就说明你有病 你自己不看你怎么知道你有病的 所以说你还是有病 我有病 谢谢啊 大脸猫啊 要么这样啊 下期再录节目来 来电视台之前呢 把你那个医大医院给你开那诊断证书你带来 其实那个诊断证书我拿了 现在我不敢 要不我都拿来了 我没敢拿 他那诊断证书上面写的是我名 但是我一回家一看那性别是女 这说明你病得不轻啊 性别都搞错了 海华呀 说实话真是 你的外形太迷惑人了 是 本以为你是温婉如玉呢 谁知道爆裂如霍 眼睛背后都一双没法实现的眼睛 好 来看一下海华的第一个董配了解 我叫齐海华 今年30岁 我是长春大学旅游学业08级日语系 毕业的大学生 我身边的人都说我是一个有内涵段子的人 但是他们只看到我段子 却从来没看到我的内涵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用嘴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家是公主的是柳阳香的 我家一共有五个孩子 我是排行老三 我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我 就是因为我有了这张嘴 特别爱说 腿那就是埋着人的 埋着人的真硬腿 我感觉他的腿长是脖子以下全是腿 大脸毛他那脸 哎呀 连大无别晒过蓝天吧 蓝天鱼不够晒过宇宙 马哥 听马哥知道的 你的脸随时候长得像毛子感觉那脸 长得有点像跟驴驴的长 我觉得现在男生要求越来越高 甚至凭女生就要求男生人也还要高 大多朋友在本来为什么还有才 就是特别齐全那种 我朋友说我就是一个笑话 因为像笑话一样 我每天活得特别开心 三号腿哥 怎么摸一下全腿啊 那是我吗 你是不按差语的 说人先说腿 为什么先是我呀 你腿长吗 腿长那边呢 一米一的腿 但我只看到你的腿 我的世界里只有你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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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世界里只有我的腿 对 我应该把这腿给你 那你记下来吧 再一个来讲 你黑我真黑错了 你说 我跟你说咱俩啊 有多少个就是能在一起生活啊 第一你姓齐我也姓齐 有个孩子可以叫齐齐 对吧 齐齐齐 第二点你说你是旅游学 要日语去毕业的 我跟你说我也会日语 对 你说多少共同点 你这么黑我 腿哥有多少 我想和你一起牵手下海你 刮你黑了我心扎心扎心扎心 说人先说腿 有个孩子可以叫齐齐 你太自恋了 想和你一起牵手下海你 突然之间觉得老对不起你了 你何止对不起我呀 你现在对不起的是齐齐他爸 对 来十两号码哥 不是你刚才给短片里边说了啥 然后我们听警 走说一遍 好说你的脸长得像驴 不是你爸爸真正来说好好说 我是你脸长得像驴脸 我是你脸长得像驴脸 你是为什么吗 有原因的 因为 因为你马是汗血吧 所有男女老少都喜欢 但是驴脸不一样 因为驴脸只有女人喜欢 简刹LV 是女人的最爱 不是你要这么说 我只能跟你双击屏幕666了 我刚才想驴的问题 瞬间我觉得那就得爆棚是吧 结果最后双击屏幕666了 那他说LV那玩奢侈品 你看这 你看就是这句话不好听 看怎么抚摸啊 往后我就是驴哥了 你就是驴哥 LV 哎呀 王楠啊 我是发现了 王楠啊 我都不敢叫你马哥了 这个刚才短片里海华说你最能黑自己 现在我发现最能黑自己的真是王楠了 非十六号莫属 我 我是LV大哥 那个海华 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海华 你这口才真了得 谢谢了 国子拉把一匹马说成驴了 还能这么高兴666呢 对对对对 这是他的魅力 也非你莫属 如果要是反思一下来说的话 你之所以刚才把腿哥都给黑灭灯了 是不是就因为他嘴太能说了 嗯对 这样的话俩人都能说 你觉得是不妥当了 对 因为嘴哥太能说了 把他灯灭了全世界都静下来了 全世界都静下来了 这时候他只能想一个女人 那就是静静 静静是谁 所以腿哥特别专情 我觉得这一点把他灭了 才能体现出来 所以你找对象的标准 就是把说话的机会留给自己 找一个不太能说的对不对 对 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我找对象呢 最近受不了就是男人口 我以前的对象呢 特别口 都抠出花样来了 像台上的男嘉宾李扬扬 带女生出去吃饭 就花了20块钱 买了一瓶红宝兰水 还自己喝了 这样男人我坚决不要 我喜欢的男生 你不用长得太帅 只要对我治冷治热 会心疼我就行 像我感冒了 你能给我买个药 再给我披件衣服 我想找一个事业型的 在外吃家风云 在家也可以 给我做口饭 那就更好了 我朋友都说 自己老大不小了 就别挑了 再挑就入土了 但是我觉得吧 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将就 唯独爱情不可以将就 我一定要找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 我爸妈认可的 这就是我不一样的话 这样的我 你喜欢吗 23号李杨阳 我不是抠 你别老说抠 你知道吗 烧烤那是什么 那是那天不饿 才吃了20块钱的烧烤 你20块钱的烧烤 和一瓶红宝来 现在已经传遍 东北山上了 现在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问我 人家那么抠呢 就请一吃20块钱烧烤 完了红宝来 你还自己喝了 你自己点一瓶喝了 其实我不是抠 其实就是不饿那天 你吃饭的时候不饿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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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点了那点 你咋感的那么真好呢 那就感那么真好吧 哪有的甜呢 那就感的就那么真好 其实我不是抠 我一点都不抠 行 下次看一看吧 行 你一定是经历过抠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你特别不喜欢李杨阳 就是那个女孩说这个故事 你前男友抠到什么程度 都抠出花花来了 比如说有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吧 就是 我们俩出一个月的时候 就属于满月 满月的时候 她送了你一个杯子 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 但是那个杯子吧 还是二手的 啊 什么二手的呀 这个杯子是送别人送的 她的送我的 就转成了二手的了 哦 就她没花钱 对 第二个事例呢 第二个事例比如说 过圣诞节的时候 过圣诞节的时候 她就是 给我买了 给我买了一个苹果6 正常来说 应该所有人都认为 哎呦我苹果6 那还口啊 那可惜是6个苹果 6个苹果 6个苹果无所谓 但是还是特价的 这从一堆要烂的苹果当中 挑出了6个是吗 对对对 但是还没烂 没烂啊 对 还是玩的蛮好的 但是后隔几天我忘了 真烂了 第三个事例呢 第三个事例吧 完了就是吃饭的时候 她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她请 但是都是十块钱 十几块钱以上的 那都吃啥呀 就吃十多块钱 低下呀 吃低下的 二十多块钱的 三十多块钱的 那种小吃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不赖我对象口 其实主要是我不舍得花他钱 哦 又又又 最后这句话说的还挺温暖的 来四号听学文 你好我来自黑龙江 今年二八周岁 我是干价值工的 西餐咖啡看这样 这就是我精致的生活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抠 好 好 学文能给我讲一讲 你一般都上哪喝咖啡吗 我就是平常了一个人不会吃 但有女朋友了 我喜欢吃咖啡馆 那种气氛非常好 然后跟这样一样了 吃西餐了 我感觉那种氛围很浪漫 你去过哪个西餐厅吗 就吃西餐的时候 重庆路有个阿尔卑斯 那个属于自助的 但是也是属于西餐的 但是那是我一个吃 比较孤单 就很希望能够跟女朋友 对啊 牵手之后 然后也去去你这些喜欢 喜欢去的地方 是吗 4号 11号 两个人的灯亮着 那个王池觉得怎么样 感觉 挺好啊 喜欢他什么呀 有内涵吗 他有内涵 你有段子 你们俩就内涵段子呗 是吧 绝配 阎王你觉得海华黑不黑 够不够黑 没有黑 没有你黑 长的是没你黑 对 哎呀那妥了 套用一下腿哥的原理 你们俩要牵手成了 结婚生涯了 就叫黑黑了 哈哈哈哈 那接下来问一下两位的意见 11号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4号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掌声有请 4号11号有请两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爹葳小蝦 海华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吧 我想问的问题是 怎么让爱情能够保温 我想说的就是 我会用我的浪漫 还有我 但可以经常带你出去旅游了 去你放了心情 都说七年之痒 我会让你每一年都不会痒 好 来 王池 那只能说就是说的 不断地先进有爱情 爱情慢慢地会变成亲情友情 只有用这种亲情友情 才能使我们的爱情延续到最后 我感觉 来 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 走到你喜欢的男孩对面 好吧 五 四 三 二 一 大家发没发现 今天他们两个穿的衣服有多搭 你看看 很搭 就很搭的 所以说你看是有这样的缘分 希望两个人能珍惜缘分 好好相处 谢谢 姐姐 希望大家能记住我 一定能记住你 我们相当记住你了 一个能这么黑自己的姑娘 来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姐姐 谢谢王哥 加油 加油 一支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将会获得游泳艺 团球活动 最终的奥豪华 加油